哈囉 今天晚上呢我們來吃 這邊當地 蠻有名的一個土產 是宇和島的鯛魚飯 那個 在大街道上 這個就是 鯛魚飯 一整套的那個 內容 它的吃法呢 是先把 這個鯛魚的生片 先攪拌 裡面本來是那個生雞蛋 跟那個醬汁 先攪拌之後呢 均勻 攪拌均勻 然後把鯛魚的鯛魚片 宇和島來的 放進去 之後呢 然後 再把它 放在飯上 它這個可以用 倒的 可以用夾的 容器很特別 蛋汁焦飯 好 以上就是這樣示範 這樣子美味的鯛魚飯就完成囉 來吃一口看看 描述一下 一般我們吃生魚片不一樣 這個醬汁的味道 比較清淡一點 然後整個吃起來就是有一種 魚的甘甜味 所以這個醬汁並不會強調這個魚的 魚的風采 蠻好吃的耶 魚肉的那個肉質很彈Q 讚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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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午 這幾點 我們下午 下午 谢谢大家